回來了 蛋炒飯 還沒煮的 你看到這間屋,還有別人嗎? 不是 不過我沒想過金大小姐會懂得煮飯 別小看我 我這回妹妹有兩件事最擅長 餓味癡和煮飯 真的? 媽媽生前跟我說過 懂得煮飯的女人 才能給男人幸福的感覺 但是看見她和爸爸的關係 我以前也不相信 不過後來我也很努力地學煮飯 因為我想證明 媽媽對我的教誨是對的 爸母在天之靈聽到你這麼說 一定很安慰 是的,你的廚房什麼都沒有 等待遲點風聲沒那麼緊 我可以幫你添柴米油鹽 到時候認認真真煮一頓飯給你吃 你再告訴我幸福的感覺是怎樣? 今天就先吃蛋炒飯 為什麼不吃?要我餵你 為什麼不說話?很難吃嗎? 是好吃的 本來有話想說,都忘記了 那多吃點吧 爸爸,我終於替你報仇了 但是我也要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對不起,因為我真的喜歡了福妹 我知道我很傻 喜歡了一個殺父仇人的女兒 就是因為我傻 我才知道福妹 跟金家其他人很不同 真的,福妹她心地善良 又有正義感 但是,功夫好,還會煮飯 最重要的是她救過你的兒子 你曾經跟我說過,做人要問心無愧 如果福妹知道我因為報仇而利用她 她一定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所以尤其要她痛苦,我寧願一輩子都欺騙她 爸爸,希望你在天之靈 可以保佑我們兩個 你看看買了什麼回來 油、鹽、醬、醋、甜、酸、苦辣 每樣都齊 還有今晚的菜 阿宗,那你就可以天天下廚 煮我的幸福 可惜幸福不是必然 給自己一點信心 就算你煮得不好吃,我也會說好吃 因為你是我年紀的女人 我以後都會好好保護你和照顧你 說得好像真的一樣 這次又玩什麼把戲? 不是把戲,是有個驚喜給你 我還是有個驚喜要給你的 為什麼你會找到? 你跟蹤我 如果你沒有隱瞞著我 怕什麼是我跟蹤你 你根本一開始 就懷疑你爸爸的死是跟我們今家有關 福妹,你聽我說的 你不用再說 我看得很清楚 你接近我 根本就是為了幫你爸爸報仇 對不起 那你就是承認 你之前對我說的話,全部都是糟糕 你根本就是全心騙我 我當初是騙過你 但是不代表我對你的感情是假的 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 幸福地生活下去 夠了 我不想再聽你的去情假意 爸爸已經死了 你什麼仇都報了 爸爸,你不需要再做戲了 因為寧願做惡血 我只會覺得緣有心 你別走 你要我怎麼說你才相信 由你三犯四次壓我 你就應該知道 我永遠都不會再送你 我永遠都不會再送你